什么叫人上人啊 人上人要踩在别人肩上 踩在别人头顶上 站在这看高的 这叫人上人吗 不是 人上人是每个人愿意抬你一把 让你站在上面 这叫人上人 但你想踩在别人肩膀上 不难 有运气就行 有机会就行 或者说暂时的都有可能 想让别人抬你 让你上去看 你不是他儿子 你没有血缘关系 小的时候出去 看庙会也好 到哪看热闹也好 父母是不是都 父亲把咱举到这个 头顶上坐在肩上 他为什么抬着你啊 他心甘情愿 他看不到 他想让你看 希望你开心 同样的这样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 你能坐到身边的人 不说让你坐在肩板上 他愿意抬你一把 让你先看 你知道这种成就感 有多大吗 你知道这种感情 有多深有多难吗 如果你身边都是愿意 抬你一把的人 你想过得不好 你想不开心 你想没有幸福感 难 太难了 别人不许 你可以去看看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著作 叫人性的落点 如果看过的 会对你这个 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会有一个更好的帮助 反正我以前觉得就是 我牛了 我什么了 因为我出去别人待会 他态度不一样了 这种工伪的人多了 以及各方面 我觉得这就是牛 突然有一天 还是在直播过程之中 想明白了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没有关心过别人的情绪 那我最终追求的是什么 我追求的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人 那我觉得我做事很多东西方向就错